有日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人不中话不多 干净利落来自台湾的张老叔 那今天呢 我现在在台北 这里呢 就是当初台湾光复的时候啊 那个图片上面的中山堂 非常有名的地方 那现在呢 台湾有一些这个社会团体 他们呢 在这里要组织台湾光复 纪念77周年纪念日的活动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 那台湾光复 是两岸心灵气和 统一的民主意志 77年前 在中山堂内 举行中国战区 台湾省授抢临 有中方授抢府官 陈宜等代表 有盟军代表 有日方投降代表 台湾人民代表 新闻记者 共180余人 当时 中山堂外面 正门 网场前 就是今天 我们战略的地方 挤满了群众 兴高采烈的 欢庆 台湾光复 为庆祝 为庆祝此一 重大历史 异议日子 三十万台北市民 家家 骗玄 登彩 相同道贺 如果新年 全岛 六百万台湾同胞 陷于 浑然忘我的狂欢 六百万 忠心 庆 汪富 的台湾同胞 更是传达了全体台湾人民的民主意志 那就是两岸心灵契合的最高境界 所以今天我们台湾客界代表 在此纪念台湾光复 不但是传达了台湾人民支持两岸统一民主意志 也是传承百年前台湾人民热爱祖国 期盼统一的民主意志 但是今天台湾当局假民主之民 天天喊着民主 打着民主的旗号 还搞所谓世界民主运动大会 但是却抹杀 77年前我们台湾全民的民主意愿 及77年前的民主历史 尤其是将两岸关系定位成互不隶属 也就是以今天的民主定义的2.0版两国论 否定77年前我们台湾民主意愿的回归祖国 以史为鉴 蔡英文再如何强势 再搞如何搞世界民主运动 也强不过日去末期 日本侵略者推动的黄命化运动 今天我们台湾客界在此 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 就是要彰显纪念77年前我们民主意愿台湾回归祖国 天理昭昭我们传承台湾先前祖国一定会统一 也一定能统一的民主信念 台湾光复是历史事实 而且是无法切割的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台湾光复是历史事实 台湾及澎湖列岛于1945年10月25日正式重归版图 中国版图也是历史事实 只要台湾光复的历史存在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更不是所谓世界民主运动所能抹杀的 所以我们呼吁蔡政府 为天下昌生计 慈悲为怀 不要将台湾绑上兵凶战围的冲突深渊 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与对岸展开开启统一的政治对话 早日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 谢谢